如果說到平溪這個地方 你絕對會聯想到可以許願的天燈 然後在老街旁邊的小鐵路拍拍網美照 但是今天我要帶你去平溪車站旁邊 還有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地方 據說那裡有著中國小黃山之稱的秘境 這就是孝子山的燈 山山入口啦 旁邊這邊是可以停車的 還有一個行動的廁所 記得先上個廁所再爬上去 我們現在要走進去了 然後現在是中午的12點 今天的天氣還算是陰涼啊 不會很熱啊 還好今天沒有很熱 可是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 千萬不要下雨啊 有滑滑的感覺 對啊 所以要小心喔 不要滑膽了喔 這石頭蠻酷的耶 它不是山洞啊 它不是 它是一個 原石 峭壁嗎 這算峭壁嗎 你來之前你有看嗎 我有看啊 可是我不知道它的兔這麼小一個耶 你是不是在把我騙來了 哈哈 這兩個都是可以到那個 池墓 這兩個都可以到池墓 然後跟普陀山 然後這個是到孝子 哇這個超鞋的耶 看一下 剛從那個路口岔路爬上來了 繼續往前 兩條路 兩條路喔 應該是都通吧 喔 它可能是 它可能上去 繞一圈下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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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不出話來 其實從下面看上來還蠻恐怖的 可是 這樣爬上了其實也覺得還好 快到了 真的假的 要到了嗎 這整個彎就到了 這整個彎就到了 快到了 孝子在那三點 走啊 沿蝦 這個 這路也太小了 到嗎 沒有沒有 這邊沒有到最高 我再往另外一邊走 要往這邊走 這邊的景觀 已經也不錯了 哇 上面好陡啊 不過這裡就可以看得到那個 平溪的火車站了 對不對 有 你後面有人啊 下來了 我已經快到了 欸 火車欸 揮手 好酷喔 好酷喔 現在是孝子山的最後一階段了 是嗎 這不是才剛開始嗎 孝子山的最後一段啊 是三座山嘛 那這一座是孝子山的 對啊 對啊 這裡就是 孝子的 最後一段 鐵梯下面是 鏤空的欸 其實 我以為我會 蠻怕的 偷偷勉強的 可是其實我剛剛這樣爬 覺得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 如果 有 懼高震的話 我覺得應該 還好吧 可以的 哇 這裡好斜喔 看一下 超斜的欸 這角度真的是 上來了 上面有人嗎 就我們欸 好酷喔 哇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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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盆 你會不怕 沒有 好酷喔 你會不怕 是吧 一塊 這個比較大的 這個是 瘸膜 這是小孩子 可以告訴我 等一下要怎麼下去嗎 一那三 你可能要背對的下去 真的假的 就跟你 不要正面的下去 你應該要背對下去 好 太棒了 正面下去 很恐怖感 你剛剛要正面下嗎 你剛剛是正面下嗎 錯 正面 超輸的 好喔 Yeah 走慢一點好了 我覺得你腳在發抖 耐草 耐草 我 我會接觸你的 是這樣嗎 你要掰啊 你要 用滑了下來 像那個 沒有滑梯 要掰起來 終於回過來了 你的臉好狼狽 下雨天不能來爬 會滑 會滑爆 滑爛掉 嗚呦 我偏離軌道了 偏離軌道了 沒有想像中的還要抖 超抖的啊 很可怕 我覺得比較可怕的是 它的那個 前面的一些階梯 對 就是它會這樣子 不平 可是反而那個鐵梯 它是很平 可是它有一點鏤空 這樣子 可是它其他的那個 階梯 有的只有 剩一個腳 一個腳可以踩而已 因為你在樓梯走了之後 就一直崎崎 我覺得那個超難走 而且有點可怕 嗯 好 然後現在我們爬笑子山了 再來我們要爬什麼 慈母峰 喔唷 接到那 對 我們再來爬慈母峰 還有 酷脫山 對 阿咼咆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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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咆咆咆咆咆咆咆 我發現一個很酷的東西 你注意看那個上面那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